一款好玩的文字冒险类游戏 得一上来就能靠氛围营造 剧情的悬念 或者特色玩法等等 反正开局几分钟就要抓住玩家 如果总体流程在10个钟头左右 那还很看它的叙事节奏 和内容调剂安排的功力 能不能让人欲罢不能一口气打完 去年由SE带来了 灵异悬疑题材 文字冒险作品 临时一文 发油23 本所七大不可思议 前不久更新了简繁体中文 早先看预告时 我就对它的划分和设定 有很大的兴趣 它打折石柱的Switch版 先讲结论 这游戏我是假期旅游时抽空完 前后估计10个钟头左右打完的 虽然看着流程不算很长 关键是它的背景设定 叙事方法 还有玩法里的小花样 很让人印象深刻 综合体验 我觉得当得起剧紧凑又精彩 展开来聊聊 先打个招呼 毕竟是灵异题材 流程中是有几段 像突然冲脸的吓人桥段 本期视频没有这些画面 另外我想说 其实这个不是本桌的重点 主要是用来烘托气氛 而且次数不算多 如果怕这种 但又对这款游戏的设定 剧情和划分感兴趣 掌机上玩 画面本来就小 大不了再把声音一关就完事了 而且实际上 游戏中这块把控的很好 有几个貌似的高能 就在眼前 又必须要操作的桥段 放心 也绝对没逃生那种 赞耳巴尖惊悚游戏那么的硬核 还是那句话 都是为了烘托气氛 临时艺文通过美术 将配乐再结合背景设定 营造出这种既有着浓浓古早味 又透着诡异气息的独特氛围感 坦白讲 是我当时看预告 就被吸引的一大原因 另外本作的背景设定很有意思 首先标题里的 本所七大不可思议 本所只动进墨田区南部的区域 在江湖时代 这里曾发生数起怪异事件 觉得坊间流传 逐渐演变成七大怪坛 实际上流传奇坛并不只有七个 与真实地点或事件结合的怪坛传说 往往最吊人胃口 要是不巧正好在自己住的城市 比如我在上海 小时候同学间 大家也喜欢聊 某商场惯例会放宝贝对不起的BGM 某高价的龙柱等等都市传说 我相信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 不信也要不传也要 只是想人往往都有好奇与猎奇心 这种融入灵异怪谈题材的文字冒险游戏 只要设定做得到位 先天就很容易抓住好这口的玩家 游戏故事则发生在昭和后期 剧章中的男主因为意外邂逅了 热衷灵异事件的女孩 两人在深夜时前往锦西窟公园 调查本所七大不可思议中 和此族相关的气质区域 到这里故事看上去 还是不作死就不会死的老套路 不过当谁的毫不意外的意外发生了 九名分别得到了不同诅咒能力的御主 不对是咒诅 只要满足各自的特定条件 比如有个是让对方从自己面前离开 更能咒杀别人并得到止魂 用他充满咒诅 就可以发动传说中的复活秘术 于是各自怀着不同目的的咒诅们 展开了一场咒术圣辈战争 这一套设定就是一开始 吸引我的第二大关键原因 故事里的每种诅咒 都有得和怪谈传说对应 来发动咒杀的不同条件 甚至死法 所以自然而然的就像黑暗丛林一样 因为本作是多主角交替去世 玩家将分别扮演这些咒诅 先得小心分辨哪些人是同类 以及对方是哪种诅咒 然后或想方设法 让对方掉入自己布置的陷阱 或防止不小心凿了别人的道 很有点像娇娇替身的情报站 或者死亡笔记 互相套路算计对方的意思 而且每种诅咒背后的传说 在结合本作的主题与划分 又很像一部多年前的动画案之躯 反正让人一上来 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和怪诞感 我要这些和怪谈传说 结合非常紧密的设定 游戏中包括所有涉及到的 传说地点人物和用语等 也有很丰富详细的资料 并且这些会随着流程发展 不断的补充更新 可以讲这种半真半假 充满着诡异和悬疑气息的氛围 也是本作很吸引人 想一口气探明真相的重要因素 不过我得说 临时异文毕竟是款文字冒险作品 大家看视频到这里肯定也发现了 本作流程中确实不会有什么 惊心动魄的咒术大战过场动画 临时异文的这套设定 其实主要服务于推理玩法 拥有不同规则咒术间的制斗 讲白了就是一段段 编剧既定好的事件和对话 试个几次总能过关 但先别失望 就像本期开头讲 这游戏很紧凑精彩 美术 氛围营造和设定都是加分项 而文字冒险游戏的剧情 叙事和玩法设计更是关键 以本所七大不可思议的传说 复活秘术 以及咒诅间明里暗里的互相算计 作为串联 这游戏我上手最喜欢的地方 就是从SE的logo界面 指引人的铺垫 到序章没几分钟 就把学念和诡异气氛给拉满了 而且我当时玩这段的时候 正好是半夜 本能反应就是自己瞬间下意识 先回头看了眼背后 讲这那一刻的入戏感是真的强 然后还是再续章 接下来的一连串事件 算是咒杀大战的教程 但当你打完后 我这样讲 续章结尾绝对出乎意料 就在你的好奇心已经被调除了之后 本作的故事正式展开 不同身份和目的 以及潜藏在暗中的各路人物 将交替登场 共同推动这段 充满着诡异悬疑的怪谈故事 当推进了一段后 玩家可以一定程度上 自由选择先体验 哪段人物获取哪个地方 这一块其实要讲 自由度有多大 或者是能展开 多少分支路线倒不至于 临时一文本质上 内容体量不算大 它主要是围绕这套 设定和故事玩得很花 包括这种人物和地点 交替展开推动方式 中后期也会和玩法结合起来 这有意思的是 游戏中有几段情节的 解法很巧妙 已经知道的朋友们 别剧透啊 游戏里还有个收集环节 个别收集品的入手方式 也蛮搞的 另外本作流程节奏很紧凑 虽然总体的氛围基调 还是带点惊悚感的灵异悬念 不过为了吸引玩家 一口气体验完故事 游戏中也故意安排了一些 插科打混的角色和桥段 小鸡虾气氛 让曾经到故事中的你 不至于神经一直被奔扰 本作有多种结局 最后故事的真相 我不敢讲肯定会让你大呼精彩 总有见惯了各种套路 或脑洞大的玩家们 会提前猜到的 但不管你是否会猜到 或者对真结局是不是满意 它和故事以及玩法结合 确实很精彩 打完后让人很有回味 最后总结下 除了剧情篇幅不算长 这点是个中性向 也不是讲同类游戏 肯定是越长或内容越多越好 能让人一口气体验 玩的紧凑故事有它的好处 个人觉得林氏一文 要讲可能的缺点 就是流程有一点点高开低走 序章是真的带入 诡异和悬疑感拉满 中期也有几段很有气氛的剧情 不过大后期除了揭开真相那部分 稍微缺了点高潮的感觉 而作为一款小体量 文字冒险作品 林氏一文从美术 氛围感的营造 背景故事性很强的怪谈传说 还有叙事手法和玩法上的 一些巧妙心思 都可以算是精彩 而且它这种主题 本身对一些怪谈爱好者 又先天有的吸引力 如果你看到这里 它的划分和设定正好对眼 也喜欢玩文字冒险类游戏 本作个人强烈推荐仪式 喜欢怪谈传说 加上灵异悬疑主题的玩家们 更是不容错过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或者收藏 下期见 拜拜